好 歡迎大家回到我們今晚樂氣迷的時間 今晚繼續有我 你們的節目主持 軒尼 還有我阿朗 今天只有我們兩個 因為阿朗因不舒服 我們今晚繼續去 我們有我們兩個 對 今晚的節目主題 這個原因就有一點點 private 就因為這個 七月初的時候 小弟其中一個很喜歡的導演 一個伊朗導演 阿巴斯基亞羅斯達米 就是因為胃腸癌 其實他確診胃腸癌的時候 是三月的事 那時候都心想 糟糕了 都七十幾歲已經 都還確診胃腸癌的話 應該都很快 又再看不到一些戲 結果真的在今年 今個月的月頭就終於過世了 在今年七十六歲 阿巴斯 其實在他在世的時候 都真的拍了很多 因為阿巴斯不單止是一個導演 那麼簡單 甚至在伊朗的國家裡面 他在自己國家伊朗 他是一個詩人 他是寫詩的 他也是一個作家 他很多方面範疇都是一個 expert 所以就想借今晚這個機會 向阿巴斯做一個最後的致敬 今晚講的四部電影都 非常出名一下 這幾部位 我們之前好像只講過阿巴斯 十了 是 沒錯 十就是 有一集是講的士的 如果沒有記錯的話 大家有興趣的話 都可以找回這一集來聽 今晚我們沒有十的 今晚這四部電影 先講第一部 這一部應該是 阿巴斯來說是最出名的一部 這一部就是1997年的 《櫻桃的滋味》 《Taste of Cherry》 到底是講什麼呢 話說這部電影的主人翁 叫巴迪先生 在伊朗的一片 郊野山頭上的車路上 很漫無目的地在行駛 不停在車道上 在駕車的途中 也在問周圍的途人 要不要乘搭順風車 如果我們現代人的角度來看 這個人可能是有點古怪的 周圍問人家 要不要乘搭順風車 好像怪叔叔的行為 有點怪 終於 巴迪先生 就 被他後來 一直找找找 就被他車到一個 剛剛入午無來的一個新兵 這個新兵 這個小隻剛剛在放假 巴迪先生 終於說出了他的要求 其實巴迪先生 不是什麼怪叔叔 所以他這個要求已經很奇怪了 巴迪先生 就是想找一個人 去埋葬自己 自殺之後的屍體 當然 這個這麼奇怪的要求 我相信有很多人都滿足不了 尤其是這個新兵 因為這個新兵 對於巴迪先生這個問題 不單止很困惑 甚至是覺得這個問題 無理 尤其是他是一個 剛剛入午的新兵 如果被人發現他做這件事 會不會被人說閒話等等 或者被人趕出軍營 於是乎這個兵者 落方而徒 沒辦法 巴迪先生 真的落方而徒 那一刻落方而徒 真是很落方的 於是乎巴迪先生 要到處找一些可以幫助他的人 後來巴迪先生 又遇上了另外一個 在神學院剛剛出來的一個學生 其實你要發現到 阿巴斯在這個故事裡 巴迪先生遇上了幾個人 其實是有一定程度的層次的推進 是第一個年紀的層次 是一個年紀層次 還有巴迪先生第一個 車到的這個兵仔 從頭到尾都可以 巴迪先生一直在說 那個兵仔是沒有回應的 但是來到這個神學院的學生 聽到巴迪先生這個要求之後 終於在車上有一番激變了 對於巴迪先生要自殺 這個神學院的學生 因為剛才我都說是神學院出來的 多數都是會對於你自殺這種行為 是會予以一些譴責等等的態度 特別是神學院的學生 在伊朗的宗教 就不是大家說的基督教 是一些比較偏門的宗教 或者伊斯蘭教之類的 跟基督教是有些不同的 思想上的看法都會不同的 但是說了出來 思想還是差不多 其實都是一樣的 於是乎 當然順利成章地的結果 也是巴迪先生的這位乘客 也都要下車了 都幫不到他 但是到後來 他終於都遇上了一個老人 這個老人 這個老人 剛才我講了兩個層次 終於來到第三個層次 除了阿朗剛才我講的 年紀上高的層次之外 這次終於輪到那個老人 就有老人說 沒有老人說 話說這個老人 其實他曾經都試過 想要自殺 因為他自己也有一個 重病的兒子 他自己也有一個 在萬念俱灰的情況下 他也曾經試過想想自殺 這個時候就點出了這部戲 片名的標題 就是櫻桃的滋味 就是因為他吃 就是因為在他臨自殺之前 被他吃了一次 吃了一次一顆櫻桃 於是突然開始發現到 他生命其實是一件很美好的事 好像一顆櫻桃的滋味 Taste of Cherry 所以這個其實也是阿巴斯 都很喜歡在他的片名上 加一些詩意的標題 在上面的一個風格 剛才說 除了那個層次之外 那個年紀層次 那個講話的內容層次 還有有幾樣東西 第一就是那個角度 一個是軍人 一個是神學 一個是自己有一個人生經驗的人 所以看東西的角度也是不同 還有就是 他的鋪層 其實是 第一個和再前面的一些 其實他之前都沒有說到 到底他的照片是怎樣的 是真的到那個位置之後才說 所以是 可以說一開始 他只是找一些人 然後車去那個地方 可以說是一種懸疑的 但是那時候 剛剛開始看的時候很好笑 他 因為一開始他 叫親的都是一些 比較年輕的 林子 以及一些棍人 還要載那些山 都不知道什麼地方 很隱蔽的 我以為他是不是 那些什麼機片來的呢 我就是真的有這樣想過 真的好像 阿軒的說話 那些怪叔叔 載到他那裡 那裡 不過 我覺得這套戲 就是進回正題 這套戲 最重要是說了一件事 就是一些生死的名題 其實都是阿巴斯 他除了這套之外 我們之後講的另一套電影 都有很重的一個生死的名題 有一點有趣的 就是阿巴斯 在這套戲裡面 他沒有具體的交代 為什麼 巴迪先生是想自達的 其實沒有怎麼說到 巴迪先生的背景 但是 你會看得出 有幾樣東西 就是 巴迪先生有一輛車 他如果 能夠幫到他 做到剛才 埋葬他要求的人 他都會給他一份 封厚的酬勞 所以 其實這些細節 都可以看得出 其實他是一個有頭有面的人 但是 一個 有錢人 因什麼事 看不開而自殺呢 但是 阿巴斯 認為這些 好像不是一個重點 重點都是一個 對於自殺者 應該 應該 如何面對的一個態度 就是 剛才 都說到 就是 軍人 神學 院的學生 和老者 其實是三個層次 一個是先由逃避 然後到譴責 最後一個 其實是 是同情巴迪先生的遭遇 阿巴斯 不是一個 這麼 hard sell 防止自殺的一個人 沒有什麼 hard sell 他對於生命的不幸 其實他是一個 予以同情的一個人 其實他也都指出了 自殺者 不是要強行去教化他 不要自殺 其實 是 希望 人 去理解 他們想什麼 給他們一份 關心 和支持他們 再提出 就是 我記得 阿巴 也曾經 在車上說了一個故事 就是 關於一個 一個 碰自己的身邊 哪一個地方 都覺得痛的一個人 為什麼 這個人 碰自己的身 任何一個地方 都覺得痛呢 是不是他快死了呢 其實不是 因為他自己弄傷了一隻手指 這個 這個 怎麼猜 其實都是一個 很明顯的 其實很閃的 這個故事 這個意思 都很明顯的 就是 其實 不如意識的話 未必是世界針對你 而是有可能 你不如試一下 換一個位置 去看看這個世界 的時候 又可以有另外一番風景 這個呢 就是阿巴斯的一個 想帶出來的中心思想 那 我也都不說那個結果 因為我覺得 結果 這個反轉 其實都是一個 遙有意味的意思 其實 也都很設合他自己 一個私人的風格 那個結尾 真的都很震撼 老實說 有一點 有一點 是完全跳出框框 有點像是那種 超過電影 有那種聖山的感覺 可以說 所以這一部戲 其實 為什麼說都是最出名呢 就是因為 其實當年阿巴斯 就憑這部戲 拿了康誠金鐘女大獎 就是 所以 如果 其實 還有一件事想說 就是 今年 抱歉 這個月阿巴斯過世之後 下個月 也都會在香港 會有一個回顧展 八六點 大家有興趣 可以看一看 其實今晚說的四部戲 都會有 都可以大家去欣賞一下 好 今節的時間 來到這裡 我們第一節 播什麼歌阿朗 這首是 比較舊一點的歌 有一隊樂隊叫 Garbage 就是垃圾 他們有一首歌叫 Cherry Lips Cherry Lips 其實是 一種 其實有一種 初戀的甜味 在裡面 其實都跟櫻桃的滋味 這件事 可以說是 有少少相似 大家聽這首歌的時候 都可以感受一下 裡面那種 有少少輕快 一種甜味 在裡面 好 大家先聽聽歌 好 歡迎大家回到 第二節樂器迷的時間 第一節 講完櫻桃的滋味之後 第二節這一部 其實就跟櫻桃的滋味 就隔了兩年 兩年之後 阿巴斯 出了另一部 伊朗 也是拍他自己本土的電影 這一部 英文名叫 The Wind Will Carry Us 香港的譯名叫 風再起時 來到這一節 其實我會說多一點 阿巴斯 他拍電影 比較喜歡拍什麼套路 會說多一點 這個故事 其實記得 而這部電影 我會說沒有什麼故事可言 這部電影 比較阿巴斯 我們今晚介紹的電影裡面 我覺得這套會是其中一套 我最喜歡的套 這部電影 我會講一個故事關卡給大家 就是 關於一個伊朗的小村落裡面 就來了一班 自稱是工程師 其中一個工程師 就變成了這部戲主角 就是這個人 這個工程師 每一天都會跟著村裡的小孩子 周圍看 他也是不停在關注一個 病塌 即是垂危的老太太 而這個阿香 當有人打給他的時候 因為那時候的伊朗 那個通訊設備來的 都不算特別完善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經歷過 這個早年的一些手提電話 是可能要走上一些比較高的地方去 即是可能大哥大 要拔高天線 跟著要跑去一些高地 空曠的地方 才收到 是的 才收得好的 那 這個山都會 有人打給他的時候 也都是要走上另一邊的山頭去聽電話 這個山頭裡面 又會有一個 經常在刮坑的一個村民 在裡面 這位山頭經常在聊村民聊天 其實那個畫坑的那個 我在想他是不是屬於道墓 你有沒有看到他道的東西出來 我又不是很看到他道的東西出來 但我覺得他好像在道墓 但我又經常覺得這個人 其實很開放的 我反而覺得他 是幫人畫墳墓多些 就是我的感覺 其實我也看過不少人的反應 可能阿巴斯這一部 可能是最沒有劇情的一部 因為這部電影 所有事情發生都是很隨意的 所以 這個主角 這個工程師 每天都可以說 在做一些很相似的事 也都很相同的事 但又沒有人知道 為什麼他會這樣做 他接電話的另一邊 是什麼人呢 導演也都不是一個 喜歡什麼都交代得非常清楚的人 所以也都是不清楚 到底他電話的另一邊是什麼人 但你在對答裡面 你也可以看到 其實 他是在關注村裡面 剛才提到的 有一個老虎 病到差不多 好像快要走的一個老虎 的那個病情 所以 剛才阿朗上一節說 《櫻桃的滋味》 是有少少懸疑的味道 這個 這次阿巴斯這部電影 那個懸念的設置 我都覺得是挺有趣的 這個工程師 在村裡面 撼探的生活 到了一天 突然之間 開始有一個變化 其實剛才我們所說的動作 基本上每天都在做的 就沒有太大的變化 但突然之間有一天 在山上挖洞的人 突然之間遇上了一個 叫做塔坊的情況 即是裡面的 那個洞倒下來了 是的 那個洞也會倒下來了 是的 是的 這個時候 這個工程師 終於自己都亂了 有些不知所措 甚至乎 那 就 四出去找醫生救人 這個工程師 其實在之前一直 他在這條村裡面的生活 其實是有 有些少少 好像在道嫁 我會說 很輕鬆的生活 甚至乎在 關注一個老父的死亡 但其實他都不在意 死這件事 但就突然之間 在他面前 真的要面對一次死亡 其實整件事 突然變得很沉重 剛剛阿謙說 他很關注那個老父的死亡 但我看法有點不同 其實我覺得他是在等那個老父死的 我覺得他很想那個老父死的 他就 為什麼呢 這件事我不是很清楚的 我不知道是否會不會和保險 還是什麼有關 所有事情都很開放的 所以就不太清楚 但我自己的感覺是 他很想那個老父是快點死的 他進這條村裡 我自己的看法就是 他是以一個工程師的身份進去 但他不是做工程師的事情 他是進去看那個老父什麼時候死的 我甚至是有這樣想過 所以這套戲 第一是剛才這樣說的 生死這個命題 是比起第一套《櫻桃的滋味》 我覺得是更加重的 因為他除了這個 這個等人死 剛才說的 垂藝 就是塔坊那個 塔坊那個垂藝 還有他是 那個墳墓的地方 還有很多東西 其實都是跟死亡相關的 生命和死亡 其實本身都是橫環雙扣的 對 對 看的時候是 阿巴斯的電影 這兩套的話 是很大層的電影 我會說 你會看到是 塵土飄揚 有些黃金感的 一些黃金感的 但其實很漂亮 我覺得伊朗的生命是 對 實際上比香港的好看 我會叫 不是 香港也有香港的好看 這個就是 不同的方式 OK 看他的電影很大層 然後 然後 挺有趣的 阿巴斯的電影 其實都離不開 有一些 很固定有的元素 第一 就是剛才一直都說 就是他一邊 會開車的人 是一個公路的成份 其實有做 可以這樣說 就是 車 不停不停開車走的人 還有一些 遠停曲設的山路 是啊 其實這個是伊朗的特色 是 聽說 很多這些路 聽說 很多山頭上 很多遠停曲之路 但是 在阿巴斯的電影 反而這些路 都變成了一種 生命 人生的象徵 人生未必一定是 一條直線 可以這樣 直達一條 羅馬的道路 反而 你會看到 他們有時候 明明可以直線去的地方 但是要迂迴曲子 可能 S型 或者Z型 這樣跑過去 是有趣的 還有 我留意到阿巴斯 作為一個詩人 你會看到他 拍一部電影 其實他講的不是 敘事 不是動機 而是反而講 我不知道 你對詩這件事 熟不熟 但是有很多時寫詩 是抓住 一個 當下的狀態 一個現在 你留意到的 可能 這部電影裡 也有一個鏡頭 就是說 主角 踢倒了一隻龜 踢倒了一隻龜 就是這個 都是一個當下的狀態 那阿巴斯 也很喜歡 抓住一個當下 來去 描寫他自己 對於生命的看法 剛才還有一個很重要的角色 我覺得是還沒說的 就是有一個小朋友 在裡面 這個小朋友的氣氛 其實是很重的 他本身是 可以說是 純粹幫他阿叔去接 那個工程師 進村裡 那裡 跟那個工程師 慢慢好像建立了一個 又不可以說是有一種感情 但是 兩個人是有一個關係 兩個人是 可以說是 有些互相幫助 這個關係 其實在那個 村落裡面 我覺得是有一種 一個 怎麼說呢 一個淡淡的思議 是 還有那個小朋友 是幫那個工程師 他做很多一些 類似通風報信的事情 他會經常問那個小朋友 那個 阿婆怎麼樣 他怎麼樣 他怎麼樣 好像很關心 他怎麼樣 還有 另外有一些小角色 例如 有些沒有出場過的角色 但是 有提及過 例如 那個工程師 他背後 有一隊 crew 他那隊 crew 全程沒有出現過 但是那隊 crew 好像是 陪他一起等 一個阿婆死 那 到底這群人 到底是在做什麼呢 其實 那群人最後 就 跟這個工程師 是 分開了 那個原因 也蠻有趣的 就是說 那個阿婆 我也不知道他什麼時候死 類似是這樣的 那個意思是 就是 在過程之中 大家會見到一個 一種是 我自己形容 你想他死 但他不死 你不想他死 但他怪了 這個呢 其實都是一個 其實阿巴斯也是想說 一個就是 尊重生命 是啊 就是 因為 剛才我們一直說 這個工程師 是 等著一個阿婆死 其實是一種 對於生命 滅視的態度 其實是有多少 但是 當他第一次 真真正正在他面前 真的快要有一個 會死的人的時候 他就開始 突然之間 開始有一種感悟 於是 到後期 也都出現了 我們現在畫面上看到的 一段 都幾 好看 很好看的一段長鏡頭 嗯 就是 陪著醫生 一路周圍走 甚至乎 當阿婆真的 開始不行的時候 他又 決定 如果你等一個人死的話 你不會 他有事 你不會去救他 嗯 他也要求這個醫生 去救回阿婆 那這個是一個 尊重生命的一個主題 嗯 還有 剛才我們都說 阿巴斯的點標題 也是 充滿思義的一個 點題的方式 其實都是 The wind will carry us 就是 我們不知道 那個風何時會停的 就是 就是 有得那些風 一路是 人生 可以等風 帶著一路飄 是 我覺得整套戲 有一種隨緣的感覺 可以說是 有一種 特別是剛才說 The wind will carry us 還有他最後有一個鏡頭 就是 有個骨頭是隨水飄流 那這個其實都是跟這個 風會帶走一樣東西 帶carry一樣東西 那也是一個相對應 而且他用水是 水是更加形象化 對 生生長流的一個意思 你不知道這個 這個 就是 水呢 會將這個骨頭 帶到下一個地方 可以創造到 什麼 的 下一個生命是怎樣 你不知道的 所以這個是一個 很let it go的一個狀態 我以為 不過我們接下來 這首就不是播let it go 因為 剛才說的 這個工程師 他經常拿著電話 走上山 好像 聽不到那個電話 是誰 我在說 那時候我看的時候 我真的想起這首歌 就是 Adel的Hello 我看的時候 就是 Hello Can you hear me 那種 OK 大家可以聽一下 Adel 我們先聽一下 Adel的假場 為什麼我沒有聽過這首歌 不知道 好 好 去過 好 歡迎大家回到我們 第三節樂器迷的時間 那我們 剛剛那兩節 都在說一些比較上 阿巴斯 比較上 好像寫詩的電影 的時間之後 那我們就說回一些 阿巴斯早期 少少 劇情類的作品 就是 有一個劇情在裡面的 這些故事 這一部就是1987年的 《踏破鐵鞋無蜜柱》 另外還有一個中文名叫 《何處是我朋友的家》 這個直接很多 真的 對啦 比剛才介紹兩部 這部的而且確 是更加之 是 像一部劇情變 對於很多 就是保留觀眾來講 我看完之後 我馬上跟Henry說 這部戲是很通俗 是正確的 我不是說他 我不是說他 是很 很 高深的一個人 不是 我意思是 通俗 不要大家看到一個 這麼正確的字 我覺得這部戲是很通俗 但這部戲是很好看的 對啦 這部戲 故事就是關於一間鄉村的小學 老師發現了一個同學 叫 叫 Muhammad 這個同學 右手邊 這個 經常都欠交功課 於是 老師就跟他說 如果你再欠交多一次功課 就會踢出口 但主角 就不是這個 Muhammad 反而是左手邊 這個 紅色 背心 的 同學 叫 阿密 阿密 當日 放學回到家之後 就發現到自己 不小心拿錯 Muhammad 的功課寶 那 剛好 第二天 又要再交功課 如果Muhammad 再欠功課 剛才我都說了 老師就說 會把他踢出口 於是 阿密 就決定 要 千里尋友 去 隔離村 朋友的家 去還一本 功課寶 聽起來這個故事 只不過是一個 都幾芝麻綠豆的小事 如果 帶回到現代 現在香港的話 我相信 現在的孩子 都有可能 是索性 除了欠就欠 反正又不會有什麼 最多被扣粗恨分 扣粗恨分 又或者 扣 說真的 又不會欠一次功課 就記小掛 但是 阿巴斯 就是捕捉到 這小朋友 這麼純情的想法 還有 為什麼阿密 這個角色 會這麼執著 要去 給一本功課寶 這位同學 其實 都不是無跡可尋的 因為 剛才我所說 這個老師的角色 在這部戲裡面 在學校裡面 其實一開始 已經是一個 神聖不可侵犯 一個姿態 其實他是一個 但其實他又很神經質 是啊 這個這麼嚴厲的口問 那小朋友 因為 小時候 不太懂得 什麼叫反抗 這一點 於是 都覺得 老師說的一定適合 不應該 挑戰老師的威嚴 這些想法 在香港也是這樣 是啊 所以 甚至這個老師 是可以 厲害到 連同學 為什麼沒有做功課 就是 我家人有事 要我幫忙 不可以做功課 然後說 不行 老師叫你做功課 你一定要做 家人叫你做 你就 遲些先 遲些先 有什麼重要的功課 就是這種威嚴 令到小朋友 都覺得 老師的命令 就是一個 聖子 鐵令如山 可以說 不可以違反 所以 也是這樣 可能 有什麼原因 阿密 也是 要 翻山越來 去找自己的朋友 去 給他 一本功課 但是 當然 整件事不是這麼簡單 就是 因為 不單止是隔著一個山頭的東西 這麼小的 一些原因 而是 波斯人的名字 很多人 都是叫 穆哈密的 都是 你試一下 也可以想想 如果一條村裡面 有十幾個人 穆哈密的話 你想想 你 這個小孩子 也不清楚 他自己的朋友 是姓什麼 以及 是來自哪 就是 知道他是那條村 但是那條村很大 裡面還有一些十村 十村 就是SUV10 那些小村 或者是 一丁木二丁木 山丁木 那些地方 你怎麼知道 你的朋友住在哪 難道是 吵架或拍戶 拍那個門 對吧 所以這個是一個 很多困難的地方 這個男生 是 所以這個是一個 挺有趣的一個 尋有故事 可以說 是啊 還有 最重要的是 剛才說 他連他朋友 家裡在哪 他都不知道 所以 這是什麼 剛才 就是 我朋友 家裡到底在哪 就是 還有這部電影 裡面 有一個 就是說 在拍一些小朋友 找朋友的故事 但其實 是一個 對於成人世界的 諷刺 可以說 這部電影裡面 這些成人的角色 都是 挺有趣的 例如 阿密的媽媽 就是一個 很嚴厲的媽媽 不單是嚴厲 甚至是 阿密發現自己拿錯 朋友的功課簿 他說 想拿回一本 給朋友 其實本來 真的想給他 但媽媽 經常覺得 車裡想出去玩 你不要以為 我不知道 其實這個想法 很多地方的家長 都會有 是啊 都正常 是啊 是啊 還有 就算 去到後來 阿密真的告訴媽媽 不是啊 你看看我這兩本書 看來真的一樣 但其實不是 有一本真的 我和她的 但她媽媽依然 都是不相信的 依然覺得 你做好自己的事情 為什麼要理 別人和我的事情 覺得事不關鍵 當然要幾不勞心 還有一個角色 就是阿密的一個祖父 這個祖父 很有趣 就是一副老派人的思想 經常都很想支配人 很想支配啊 他這個乖孫 但是呢 這個乖孫一有事 被人 就是 中間遇到另一種事情 就是覺得 這個孫是 需要人幫忙的時候 就永遠都幫不到 這些成人世界 是 經常都很想支配小朋友 去做些什麼 做些什麼 但其實都沒有人 真真正正正的 關心那個小朋友 對 他理他說什麼 很多時候阿密 找人幫忙 可不可以幫我 等等 但其實沒有人理他 這套戲 其實一開頭 最開頭最開頭 那裡 是說 獻給一些 如果沒有記錯 是 特殊 特殊需要的一些小朋友 那 其實是 特殊小朋友 他很多時候 那個 想法的方式 是比較 其實就好像 裡面阿密 那樣的 他想法 是不會有其他的 轉彎抹角 不會像成人那樣 那樣 所以是 這套戲 他一開頭 說獻給那些小朋友 其實 我不知道 他是否想說 阿密他是一個 這樣的小朋友 或者是他的同學 是不是一個這樣的小朋友 都沒有強調 有種感覺 阿姆哈密 有可能是 讀寫障礙 有可能 因為他也說過 不是第一次 這樣教功課 但是當 被老師罵的時候 他是很委屈的 所以我 有種這樣的感覺 就是 因為我都認識 一些 有特殊學習 需要的小朋友 都是有這種 這樣的情況 就是 發生什麼事 他說不到 出口 但是當被人罵的時候 都 因為自己 宣洩不到 於是他就哭 這個 都是一個 有可能 出現的情況 是啊 這套戲 另外一樣 我覺得挺重要的 就是反映了 伊朗的一些社會文化 例如 小朋友 他讀書 可能要攀山攝水 其實中國大陸 都很多這些 但是伊朗這個問題 都很嚴重 另外是 除了說 要去很遠的地方 去上課 可能 要過兩座山 還有他同工的問題 還有一些 社會的 一些 剛才說的 一些成人的價值觀 其實 會令到 這個社會的發展 我自己看遠一點 其實是 侄外了整個社會的發展 已經是 灌輸了一些 不太好的 思想 給小朋友 說 老師 就在說 我在教你們 如何做人 你們應該 怎樣 但其實 阿Sir 自己其心不正 一直都 我覺得真的有些問題 我覺得阿Sir 在說的時候 都覺得是 後來阿瑪 一路 騙尋不和 找不到他的 朋友 反而有一個 老象 在幫他 這個老的 象士 雖然 有 少少 奴躁 很多話說的人 但是 後來 都會發現 其實 這個阿伯 平時 都只有自己 在做事 沒有人跟他說話 於是 因為一個孤獨的狀態 底下 終於找到一個小朋友 肯聽他說話 這些人物的設計 都相當有趣 最後 阿密 當然找不到自己的朋友 而且 說真的 都被你找了 整天都晚了 到底整件事 怎樣拆得到 這個 不要說了 最後 我覺得整件事 很有愛 到最後 整套戲 雖然是比較 通俗 但是很出色 沒錯 而且可以說 有一副赤子之心 沒錯 沒錯 還有說一些 戲外話 說拍完這部戲 三年之後 伊朗 發生了一場地震 那時候 這場地震 甚至乎 直接摧毀了拍攝這部戲的村落 聽聞 這部戲裡面 有份參與這部戲的小朋友裡面 有一部份 也都是不幸地在這部戲 不幸地在這場地震裡面 就是 喪生了 是的 是的 都可以說是一個遺憾 但是 其他演員 那些小演員 那時候 現在是怎樣 其實具體都不太清楚 都是 是的 那這些戲外話 都可以當聽聽 那好了 那今節呢 介紹完這個 《Dart Portitae Moumichu》之後 我們第三節 我們要播的歌 會是 有一對比較老小小的樂隊 叫做Genesis 創世紀 如果沒有記錯意思 這首歌叫做 《Searching for Someone》 其實就 跟這部戲一樣 都是在找一個人 找到他的同學 但是 當然這首歌 是說的是另一件事 是愛情 大家聽的時候 都可以感受一下 裡面的 《Searching for Someone》 的一個意味 是的 好 歡迎大家回來 我們今晚 最後一節樂器迷的時間 那我們 今節 最後一節 就會說 阿巴斯 在小小之前 最後一部 正式上映的作品 還有這一部 是阿巴斯 最沒有塵的電影 我會說 沒有什麼塵好味 沒有塵 而且 也不是本土作 他是在日本拍的 這一部 英文名叫 《Live Someone In Love》 香港那時候 特別放映的時候 這個譯名叫 《東京出租少女》 我相信 如果大家一聽到 這個名字 都應該大概猜到 這部電影 應該都是講援交 的而且 女主角 是一個女大學生 阿明子 這個角色 因為要交學費 在大學生活中 都需要一些經濟上的支撐 迫於無奈的情況下 也要做援助交際的工作 援交這個題目 其實我們 不要說我們 其實電影裡 電影類型都已經講過不少了 大部分都是 關於一些探討援交 這個道德上的問題 不過呢 這一部電影就特別一點 在探討的層面上 話說這個故事主人翁 阿明子 在這個晚上 因為馬夫 接到一個 蠔客的一個call 明子又迫於無禮 要開工 明子本身 他就有一個 在鄉下回來的 鄉下出來的祖母去找他 但是呢 我相信每一個做援交 其實女生都不想讓人知道 即是不想讓家人知道 他自己是做援交 當然明子也是 不停地在祖母 打電話給他 找他 那麼 到底這個大蠔客是誰呢 其實就不是什麼人 都只不過是一個 退休的大學教授 那麼 教授呢 為什麼要 特別去找這個明子呢 其實他就想找一個 好像他過生的老婆的一個女生 可以陪他一晚 那麼 於是 明子就是 迫於無慮 就要去這個阿伯家裡 去 希望 過了今晚 什麼事都沒有 等著 阿巴斯呢 其實我們 這幾部戲裡面 其實還有一個 沒有什麼人 不是什麼 應該說我們一直都沒有提到的一個 主題呢 就是 孤獨 這件事 那明子呢 在這部戲裡面 一開始 我記得好像大概都有 十五至二十分鐘的時間 即是坐在的士裡面 在聽著 他早晚在打不通的電話之後 訊息都會非常留言信箱 在聽著他阿嬤那些留言的時候 即是當的士窗外面的景色都是 東京街頭都是五光十色的時候 是會 反襯到那種難堪的那種對比 其實 明子是一個很孤獨的人 會看得出來 那當然 這個阿伯的角色 這個退休的教授 對於亡妻的思念 其實都是孤獨來的 所以兩個孤獨的人都走在一起 話就說這件事是一個援交 但是呢 挺有趣的 這個教授真的沒有怎樣對明子做過什麼的 純粹是想找一個年輕的女生去陪她的感覺 只是 第二天發生的事情就更加有趣了 話說明子的男朋友就突然之間殺了出來 如果讓男朋友知道自己做援交 就更加之麻煩了 因為加賴論飾演的這個男朋友 是一個超級醜底狂的 是一個 怎樣可以令到自己洗脫你做援交的嫌疑呢 那情急之下 教授就變成了明子的爺爺 去拆這個醜底男友的炸彈 那這個呢 角色的一個叫 互換的一個關係 其實阿巴斯在她 再對上一部戲 我們今晚沒有介紹的 那部戲叫《似是有緣人》 其實都已經是做過一次 那這次呢 亦都是想再玩一次 角色互換的原造 話就說 雖則是一個很急中生智的一個 的一個想法來的 但是也都不乏 阿巴斯他自己對於 那些角色一些描寫 是很簡單而有力 那就是 就是 男人是很喜歡控制的一件事 就是你會發現到這個 加拉倫這個角色 其實是一個控制狂 是一個 那 阿巴斯他 離開了伊朗 那在日本拍這個呢 他竟然又可以拍到日本的味道出來 其實有一件事挺有趣的 就是 這一兩年 就是2012 還有 我記得之前有一部 都是一個伊朗的 在日本教書的一個 就是一個教授兼導演 就是他拍一部叫Cut的電影 他都是拍得很日本味的 其實都很有趣的 伊朗人 不知道是不是兩種人的一些 思想上 可能有 某程度上的相似 不知道是不是這樣 但是 老實說 如果你不跟我說這一套 是 外國人去拍的話 我真的以為是 日本導演拍的一套 因為他 描寫日本人的一些 可以說是一個社會上的問題 一些人的心態 他都很捕捉到一個 一些日本人的精髓 我這樣說 剛才 Heaney提過 他那個 八 情急身智 變成了 女生的爺爺 其實是一個角色投射 在這套戲裡面 其實很多角色投射 除了是 自己有另一個身份之外 例如那個女生 他本身是 他自己有一個電話的 但是他背後可能是 做援交的時候 他有另一個電話 這個八 他自己有一個身份 但是他 坐在一起的時候 他就變成一個 女生的爺爺 那個 醋底男 他原本是一個身份 就是 是一個醋底男 但是他跟那個八 坐在一起的時候 又會變成另一個 好像很 講道理的人 很平和的一個 希望娶個女生的人 這些 這些 角色錯配 其實 不可以說是角色錯配 不過是 一個 角色換位 其實在日本 我覺得是一種 很多日本人 我們有些人會說是虛偽的 但是日本人很多時候 他表面那一層 跟他裡面那一層是不同的 表面可能是很有禮的 但是他背後可能不是這樣 但是這個是一個民族性格 就是阿巴斯都捕捉得很好 是 挺有趣的 剛剛都說到這個角色換位 就是 這個女生在外人 就是 在她的早母眼中 都是一個乖的孫女 就是 都出道醒來讀大學 但是呢 來到這 一度 真的想不到自己都要去做一個 緩交的 一個 就是這些工作 那 那 的而且 阿巴斯呢 在這部戲裡面也都說出了一些 很多不同 他 就是 對生命的看法 例如 剛才這件事呢 就是 啊 這麼情急身至底下 要去做一個 角色換位的一個設計 其實都在這裡說 啊 這個 人生呢 都有很多 意外的事情發生 但是 意外來到的時候呢 就 就 因為都畢竟都發生了 就 有得它發生 我們 就 隨機應變啦 就是希望 就是自己是有一個 可以 懂得執生的一個頭腦 那這個是一個 挺有趣的一個主題 我發現到 今次是這一部 東京雀鳥少女裡面的 那 還有也都很難不佩服阿巴斯 就是 他不 今次這部戲不是 不屬於自己的一個世界 日本是 他畢竟是一個伊朗人 但是呢 這一部 不單止 好像阿朗 或者是 以為真的 就是 拍得很像日本人拍的電影 但是呢 他也都 阿巴斯拍出來的這部戲 其實都是有一定程度的 風格上的 變色度 他有自己的 是啊 那 我又說多一點 一些可以說分析的 這部戲呢 有另一個很重要的東西 就是一個 溝通 其實我們很多時候說是 跟 即是孤獨 這件事 很多時候跟溝通有關 即是一個 溝通不到才會有孤獨 除了一部戲裡面 你看到幾個人的心靈交流之外 他還有很多細節 例如是 那個 阿媽 經常打電話給孫女 都打不到 每次都非留言 很單向的溝通 另外 另外 那個 教授 他退休之後是做翻譯的 做翻譯的時候 其實是 把別人的意思 變成另一個意思 不是 把別人說的一件事 變成另一個語言 去表達一下 但他永遠都翻譯不到 那些東西出來 你永遠都看到他翻譯的時候 可能打電話的時候 即是打電話 明明叫他翻譯 只是一句話 但他最後都翻不到 不知道為什麼 很多這些細節 其實都處理得很好 人和人之間 是不是真的一個 有共同語言 就一定可以 溝通到 這個也是阿巴斯的其中一個哲師 所以 為什麼 我們喜歡看劇情片的朋友 如果一提到伊朗的導演 就真的無法不看阿巴斯這個名字 就是 因為這樣的原因 所以 其實在他過世之後 很多文化界朋友 都 都寓意一個非常之深層的一個哀悼 話說 月宗 也是阿巴斯的一個喪禮 在德克蘭舉行 如果沒有記錯 好像是德克蘭 當然 也是 有很多 喜歡看阿巴斯電影的朋友 也都是去前去悼念這個畫面 也都是 可以說是向阿巴斯 真的 這個 可以說是一個巨像 對我來說 這輛電影來說 已經是一個巨像 已經是 希望阿巴斯在天有靈都可以安息 還有 其實 之前阿巴斯 如果沒有記錯的話 我去年 有看過一些報道 其實他本身是想在中國 杭州拍新電影 相信現在應該都會推出無期 人生的東西 就好像阿巴斯 一些新死命題 對 好像風在起時 或者 The wind will carry us 就是 一個這樣的狀態 接下來八月 八路電影中心 也會有阿巴斯電影的一個回顧 希望 如果有興趣的戲迷 都可以去 還面一下 伊朗的私人導演的電影 今晚這個節目的時間 來到這裡 下個星期 我們的節目主題 將會是 這個大頭 沒有頸 對 這一部 將會上映的 Jayson Bond 叛逆追擊系列 第五號 他是第五集 但嚴格上來說 以麥迪文來說 第四套 這個是第四次有惠品 所以下一個星期 將會講 這五套 這五套 叛逆追擊 我自己都幾喜歡 一套 蝶戰片的系列 這部 如果有興趣的戲迷 到時都不要錯過了 好了 今晚的節目時間 來到這裡 今晚的最後 一首歌 最後一套《東京出租少女》 英文名叫《Like Someone In Love》 其實裏面也有播出的 Ellefist Jero 一首Jazz的歌 是同名的 是同名的 其實應該是拿這首歌的名字 意思就是 好像一對戀愛的人 那《門交》 這個本質的字面的解釋 也有多少次這個意味 好了 今晚的節目時間 就來到這裡 各位觀眾們 拜拜